海外媒體不斷曝光 中國出口的海外部分產品 來自監獄 勞教所 眾多被中共迫害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就被迫從事這些奴工勞動 日前 現在旅居美國的吕建華女士 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 講述了自己在瀋陽第一女子監獄的經歷 瀋陽第一監獄對外又叫瀋陽中繼服裝有限公司 位於同一地址的兩家單位 都隸屬遼寧省監獄管理局 每個監區都有生產定額 獄警的獎金也和產值掛鉤 法輪功學員和在押的犯人 每天要工作超過12個小時 呂建華介紹他當時主要加工的一種多兜庫 供出口韓國 大陸的監獄勞教所裡 獄警為了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不僅使用庫刑 在折磨後 還強迫他們做超負荷的奴工 呂建華對自己遭受酷刑折磨的場景 還記憶猶新 大陸的監獄勞教所 看守所註冊的企業 與中國不少企業有業務關係 監獄的奴工產品在經過這些企業鏈條之後 消費者也無從瞭解產品真正的產地 新唐人記者王慧 蕭宇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王慧 蕭宇採訪